来了来了他来了 他穿着金灿灿的精英战甲杀回来 隔了一年多神奇女侠1984上映 这应该是全球院线继信条半年后又一部热门电影 今天这一期我们来分两步走 无剧透观影点评 然后在剧透深度解析 附带片中和片尾的彩蛋汇总 过场走完让我们开始 我们先来无剧透观影点评 如果你还没看过神奇女侠 那你还在等什么 先去补课 这里补课的原因并不在于 不看过前作就看不懂1984的剧情 而是1984戴安娜最主要的情感线 和前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影片最重要的动情落脚点就在于此 当然你也可以回看我前面做的 1984的观影前瞻 来快速回顾戴安娜成长心路历程和感情线 先聊优点 1984核心主创几乎就是前作搬过来的 甚至还有了升级 汉斯寂寞无处不在的配乐 贯穿整部电影 真的是无处不在 而且还和诺兰片一样很大声 导演派蒂杰金斯派 解这次依然主打丰富角色细腻的成长线 影片大胆在一部超音题材的动作娱乐大片中 支入更多的文气去支撑更为立体的戴安娜 而且还是放在影片的前半段很有勇气 这些琐碎的生活画的片段堆叠 让角色后面情绪的转折点得到了较大的升华 戴安娜在第一部成为神奇女侠后 也终于能体会到隔壁家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那句话 在神性和人性中做出了艰难的选择 也付出了不可挽回做英雄必然要承受的代价 戴安娜和史蒂夫在身份的适应上 也做了有趣的互调 哦你不会连预告片都没看过吧 是的 史蒂夫回归了 这不算剧透吧 在第一部中初来乍到了戴安娜 需要史蒂夫一路陪同帮助戴安娜适应环境 到了1984则反过来 戴安娜带着史蒂夫认识充满色彩的美国80年代 动作戏份上也展示了更多戴安娜和她道具的特殊技能 她的一些动作的设计 也还原了漫画中的画面 注意我没有说动作戏狠然很爆啊 大体来说 1984还是给观众交出了一份稳定的神奇女侠续作成绩单 DC粉们可以先吃一颗定心丸了 作为续作 主角戴安娜并不是任务式的又解决了一次人类危机 而是在危机中再次重新审视人类和自己 也从中获得成长和感悟 当然这里要转折一下了 影片时长两个半小时 比前作多了十分钟 十分钟这时长其实还好 但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这主要存在两个原因导致 第一个因为第一部神奇女侠主线剧情相对集中 主要讲述的是神奇女侠的缘起故事 所有剧情事件都服务于戴安娜是如何成为神奇女侠的 而1984的主线剧情则分支成两条 一条呈现戴安娜和史蒂夫谈恋爱 另一条则是对抗反派路线 两条叙事线在前半段割裂感还是挺明显的 后半段才逐渐会合最终形成两者间的交集 再来就是影片还要照顾到配角巴巴拉 还有反派麦克斯维洛德的登场介绍和刻画 从而导致影片前半段有着不少的解释性内容 还专门制造场景去展开那些可能一两句台词就能说清楚的剧情 我明白前半段的戏份都是为了后面火山情绪点的爆发 但前半段情节的编织和节奏把握可以做得更干脆利落些 影片有些部分甚至让我产生一个感觉 就是派姐是不是舍不得自己拍的素材啊 明明有些片段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却要把整场戏拉到最满 有一种把正片和花剧都一起看掉的感觉 在反派塑造方面 影片也确实花了不少的篇幅 但始终无法挽回角色动机单薄的事实 不过你一直DC电影这么看下来的话 你又怎么会惊讶呢 习惯了就好嘛 饰演反派的演员是佩德罗帕斯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他我就觉得脸上长了笑点 所以很多人说他的戏份很无聊 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当然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演过喜剧就是了 可能长得有点像沈腾的原因吧 DC is the way 决战戏份上 嗯 主创是不是没预算啊 一定是这样的 而且HBO MAX线上播放还贴了不少钱 给派甲和盖加多 然后搞得诺兰在旁边气得摔椅子抗议 好了不开玩笑 决战的处理 我猜我猜啊 是不是因为神奇女侠在众多DC超级英雄中 形象更贴合青少年 也就是年龄层更低 从而导致续作1984整体的制作方向 需要更普罗大众 也要更有教育意义 所以采用决战戏份搞得十分正能量 其实这样的处理没有对错 只是决战把宏大的世界末日格局已经做出来了 但最后也只落在了只言片语的童话结局 是说服不了观众的 毕竟童话很丰满美好 现实很骨干残酷 人类的贪婪和欲望不是几句话就能转折的 1984主打的主题是爱与真理 在呈现这个主题上 也直接用说的而不是用演的 更简单更直接少了些韵味和思考 说到这我知道影片上映后 评论已经渐渐走向小争议 所以我觉得不管说什么应该都会被骂吧 可能是因为在观看前放低了预期 我并没有抱着续作1984能翻倍好于第一部的心态 更没有踹折看凤凰书小丑的态度去看的 你要问我失望吗 没有看到更多的惊喜当然有点失望 但你要说1984是大难片或DC从此垮台此类的话 不至于真的不至于 续作电影本身就很难拍 就拿超音题材的续作来说 有多少续作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呢 钢铁虾2 雷神2 复连2 或者美对2和诺兰的蝙蝠下2还能聊一聊吧 甚至对于我来说 我对1984的观感并不是太差 我对影片史蒂夫再次复活这样的老梗套路设定 也没有觉得有多反感 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剧透深度解析去展开 当然我也明白 对于1984这样尤为是定调于娱乐大爽篇还是超音题材 大家肯定都是冲着动作戏份进电影院的对吧 包括我也是 影片大部分的动作戏份明显后制和不够刺激 或许就是很多普通观众难以维持耐心的原因 毕竟更多的人可能买票就是要看更多的动作戏 更多的特效场面 更多的盖儿加朵的眉腿 早在一年前1984刚开始做宣发时 就有提到1984是独立以前做神区理侠的 也不会和DC扩展宇宙有关联等等 网络是有记忆的 大家现在还能找到大概去年三到五月的时候 维基之前也是这么写的 但目前已经改了 当时的消息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众说纷纭啊 难道DC扩展宇宙要率先开启多元宇宙吗 是否1984要填坑当时BBS 丹安娜对老爷说的那句话啦 结果 1984不但是神奇女侠续作 勿容质疑 关联性还很强 至于完全没有和DC扩展宇宙联动 我认为只是1984再次玩了个小聪明 很多人认为影片为何选择美国的80年代 是因为冷战石油危机消费 文化特点色彩 斑斓式娱乐黄金年代 好吧有些也是我当时预告解析脑动玩 飘了解读到的 自己打脸一下 1984甚至连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都搬了出来 但其实吧 我觉得并不是重点 如果你了解DC扩展宇宙时间线 你就知道为何定在80年代了 在DC扩展宇宙的时间线里 1981年 老爷的父母双王布鲁斯当时还是小屁孩 直到1995年左右 老爷才有了新的身份叫蝙蝠侠 1985年海王亚瑟才出生 亚特兰蒂斯海底王国才懒得管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 1988年 从遥远的克星飞来的超人还是个孩子 才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超能力 1994年刚古才刚出生 再后面的时间就不多举例了 所以1984时间设定在80年代 最主要的还是要开DC扩展宇宙 其他超级英雄的时间点 和前作1918年一战的时间点的作用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架空其他DC超级英雄没法拯救世界 必须由神奇女侠来 当然了 派姐在采访时也聊到选择这个时间点 是因为那是美国推销美国梦最鼎盛的消费主义时期 各种大商场不断涌出 而当时美国经济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好 从而造成了当初人们的欲望和现实形成了反差 以质疑许愿石这个设定来的更关键 那场外因素就更简单了 海王和小丑的成功让DC扩展宇宙刻意不去做太多的关联 当然他们没有凯恩费吉这样能同览全宇宙的男人也是原因之一了 所以DC扩展宇宙的电影有一种不互粉 但彼此也悄悄关注的感觉 好那影片一开始 时间回到戴安娜小时后 天堂岛奥利品克运动会搞了一场铁娘五项全能运动会 戴安娜因一场小事物从遥遥领先到只能投机取巧 他想用捷径的方式取得胜利 但那并不是真正的胜利 有人会觉得开头天堂岛铁娘五项运动会很多鱼 但其实没有啊 开头戴安娜儿时的这次比赛要表达的含义 暗示覆盖了整部1984 片中的角色和人们利用石头许愿的方式获得美梦成真 这样的成真终究会成为诅咒般的黄洋一梦 史蒂夫的复活更像是儿时戴安娜比赛中所选的捷径 最后他虽然第一个冲进赛场 却没有真正获得胜利 影片的开局快速揭露了全片的核心 真正的胜利和英雄是不能用谎言和捷径来换取的 其实在我们现实中很多的成功都是靠着资本的掠夺和侵略 以及一些不道德的谎言换取的 所以其实1984从一开始就已经在透露给大家影片所坚持的那种童话般的纯真 如果你真的理解到影片的开局的用意 其实也不难理解影片结尾那教导般的处理方式了 时间来到1984年 影片用了大量篇幅去展现戴安娜成为神奇女侠后英雄的时代 如何隐藏自己和帮助人类成为比隔壁加蜘蛛侠社区守卫 还要范围大一点的华盛顿DC守护者 期间还出掌了暴女巴巴拉和反败曼的思维洛德 巴巴拉在神奇女侠漫画中第六集就出现了是一位考古学家 而且对研究亚马逊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其中就包括对神奇女侠的真言套索垂拳三尺 在漫画中巴巴拉起初也和戴安娜是好闺蜜 也是神奇女侠的宿敌 一共演化过三代 今天主要谈记的就是新52的巴巴拉 在漫画里巴巴拉是知道戴安娜是神奇女侠这件事 不过影片好像并没有特别指出巴巴拉是如何知道戴安娜真实身份的 好吧正好神奇女侠也没蒙住脸很好认就是了 巴巴拉是如何成为暴女 又在不同时期撰写过好几个版本 但大同小异都是巴巴拉在一次非洲部落探险活动中 团队出了意外 巴巴拉在部落神父的帮助下 用自己的血月和古老神术制成药水 之后巴巴拉变成了半人半暴的暴女 影片中的巴巴拉暴女形象 让不少人想到了去年的神片猫 但我觉得比猫的造型没很多 真心话 麦克斯维洛德就更有来头了 在漫画中他相当的富有 是一位精明而非常有才华的商人 不是影片中只会说两句电视广告语的商业骗子 而他更有一个身份 就是国际正义联盟的创始人之一 还花钱资助和运营了国际正义联盟组织 这个组织和我们今天熟知的正义联盟还是不太一样的 简单可以理解为国际正义联盟是联合国赞助的正义联盟的化身 不过最重要的是麦克斯维洛德因为某次基因炸弹 让他有了控制心灵的超能力 之后他背叛了国际正义联盟 并试图要消灭所有的超人类 漫画中麦克斯维洛德大有作为 不管从角色背景还是从整个漫画时间线来审视这个人物 其实他都能作为长线反派去塑造 暴女巴巴拉也是一样 这两位反派都是神奇女侠漫画系列中经典的角色 在1984一次性搬出了两个 确实很让人早期提起了兴趣 但一部电影看完后 两个反派角色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 感觉对暴女和麦克斯维洛德这两位大反派的深入还是比较浅显的 当然了他们最后也没有真正领便当 或许可能大概麦克斯维洛德在这场事故中 收获了控制心灵的能力 只是现在还不知道 和漫画中他遭遇一场危机获得控制心灵的能力类似 而暴女巴巴拉恢复人形 但他体内的超能力是否还存在 影片也没有交代 这些都算是影片在给自己挖坑吗 OK继续我们说到哪了 在一次劫匪打劫大型超市中 神奇女侠成功勤拿劫匪 并缴获了一批黑石文物 文物中出现了全篇的麦高温 也就是能实现他人愿望的黄色水晶石 黄色水晶石的源头在漫画中叫做梦之石 是睡魔打造12颗魔法石中最强的一颗 睡魔是一个古老的存在 在DC里比神迹还要神迹 诞生的时间和宇宙诞生连结在一起 宇宙中第一个生命做梦 睡魔就诞生了 睡魔是DC无尽一族的成员 无尽一族是一时虚拟的存在 由命运死亡毁灭欲望绝望 妄想和睡魔七个兄妹组成 它们可以化身成为任何的具象角色 光说睡魔 它在DC漫长的漫画历史中跨度就很大 故事庞杂 角色众多 大家只要知道它们很强大就好 睡魔主要是通过梦境来改变人现实的状况 被称为是人们的梦想的化身 在影片中戴安娜查看古老书籍史 发现梦之石和谎言之神有关 石头的每次出现都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殒灭 谎言之神也叫欺骗公爵 他也是神奇女侠的主要对手之一 是希腊万神殿中的次要神灵 他能利用自己的力量散布谎言 把人类激化成冲突和战争 最终导致人类堕落和灭亡 影片中的梦之石通过不经意让人们说出愿望 从而来换取他人最珍贵的东西作为代价 这表面看起来很公平 毕竟成功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这其实并非等量 影片中梦之石刚出现时 工作人人许愿要一杯咖啡 咖啡到手了 他失去的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影片如果交代一下 这位工作人员的后续 会更好的诠释梦之石的邪恶 不过后面麦克思维通过广播 基本也交代了许愿不是等价交易 只有戴安娜对石头许愿要史蒂夫复活 石头转移史蒂夫的意识到他人的身体 但却无法把史蒂夫的真人复活 我觉得这点处理的还是挺高明的 尤其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戴安娜 到底看的是史蒂夫的脸 还是戴安娜把他人的脸想象成了史蒂夫 增加了一层自我欺骗的意味 但即使这样 他们的爱却是真实和动人的 当戴安娜知道梦之石的真相后 依然选择不愿放弃史蒂夫 而是想找到其中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和当初戴安娜小时候比赛时遭遇的情况如出一辙 想要欺骗麻痹自己获得成功 而这样的谎言代价 让他无法成为真正的神奇女侠 逝去的中将逝去 面对的始终要面对 成为英雄的代价 必须放弃戴安娜内心真正不愿放手的珍惜和爱 戴安娜和史蒂夫道别的时候 应该就是全篇最为感人的情节了 戴安娜面对失而复得的爱倍感珍惜 两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如同烟花一样转瞬即逝 最终两人还是得再次彼此告别 有人觉得为何把史蒂夫拿出来鞭尸啊 然后再玩一次上一步的老梗 边就是想不到其他的招了吗 这次我真的没法认同这个观点啊 我认为全篇最好的设置就在于此 韬鲁吗 确实 但戴安娜和史蒂夫两人争执的感情 我觉得这是所有超音题材中做的最文艺的一次了 小丑不算啊 人家是漫改电影 你们纠正过我的对吧 影片放置了很多两人的弦笔 以展示他们之间再次相遇的点滴 诚然在一部超音题材的娱乐动作大片中 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 拖慢节奏确实存在 但也因这样的弦笔 让两人真情流露到细微之处 其中有一段是戴安娜陪同史蒂夫在广场游玩 史蒂夫看到霹雳舞时 突然下意识的被吓到 但她吓到的同时 她做出的手势是在保护戴安娜 史蒂夫在明知道戴安娜是不需要保护的情况下 还在保护着她 这个设计真的是太暖了 之后他们去到埃及 戴安娜利用隐形能力把战金隐形 这超能力来自于父亲宙斯把天堂岛整个隐藏起来 包括后来戴安娜利用闪电当鞦韆 以及和暴女绝战不怕被电到 都是来自于宙斯的基因 还有后面戴安娜学会飞行 有人说啊怎么就会飞了 那要超人有什么用 其实神奇女侠会飞这个超能力 在漫画中也不是新鲜的事情了 只是神奇女侠飞行时需要借助一些外力 比如闪电啊飞机啊 或者影片中展示的 戴安娜要用真言套锁不断旋转产生气旋 让自己能得以持久飞行 当然了坦白讲这些超能力 来的都挺突然的 我清楚派姐想要在这部电影 让观众看到神奇女侠的更多超能力 包括后面真言套锁还能实现VR投射 精英战甲的出现等等 但感觉可以不用一次性曝光这么多 而且处理的那么急 让每一个超能力像走梯台一样 过个场就没下完了 还是挺可惜的 只有戴安娜他们两人去埃及和白宫时 由于戴安娜学下史蒂夫复活的愿望 戴安娜神力在不断被削弱 直到面对男于无法挽回的混乱 两人终究走到了诀别之处 如果大家还记得 第一部戴安娜和史蒂夫化别时 戴安娜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这是史蒂夫决定自己的生死 但在1984中 戴安娜必须自己去做出抉择 真正去应验第一部史蒂夫说过的 我拯救今天 你拯救世界中的人类的世界 戴安娜必须做出个人的情感和爱的牺牲 去拯救这个充满贪婪和欲望的世界 也正是因为史蒂夫勇于再次自我牺牲的精神 才让戴安娜坚信人类是有着爱和善良的 因为史蒂夫就是这样的人 史蒂夫最后有对戴安娜说到 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这句话对戴安娜来说 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命运捉弄 戴安娜作为可以永生的亚马逊族人 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而在她正好得到爱并想守护对方时 却要面对救一人还是救全世界的难题 最后戴安娜在人性和神性中 选择割掉自己仅存那点私人的爱 撤回了自己许下的愿望 恢复神力 穿上精英战甲和暴女决斗 精英战甲上一期已经介绍过了 在这就不多展开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精英战甲有翅膀 有人就会觉得神奇女侠既然都会飞了 那要精英战甲翅膀干嘛多此一举吗 这里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神奇女侠会飞是需要借力的 所以精英战甲的翅膀 会让她的飞行得到更好的升级 两者并不冲突 暴女的战斗力 爪子可以理解为和隔壁家金刚狼的爪子一样 甚至还能使超人流血 所以这里并不是精英战甲太弱 而是暴女太强 神奇女侠打败暴女后 面对麦克斯维洛德时 确实决战戏份有寡蛋和鸡汤 两人没有打戏只有嘴戏 不过有个细节还是要和大家展开一下 当时戴安娜用真言套索套住麦克斯维 然后向全世界发表爱之演讲 通过广播发表让人们撤回愿望 这里其实体现了真言套索的另一个能力 真言套索除了能让人说真话 还能让别人去理解真理和爱 影片中当戴安娜发言时 全世界的屏幕都变成了金色 也就是真言套索发光时的颜色 侧面可能也说明了真言套索 在发挥作用让人类理解真理 不过影片这一段处理的很微妙 并没有完全去界定这是真言套索发挥的神力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人们听到戴安娜的发言 最后自己感悟了 才撤回了自己的愿望 其实整部电影下来 太姐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晰了 就是她并不想把1984拍成 又一部套超音模版的动作大片 她想尝试更深入角色去构建和挖掘 我们可以看到神区女侠在1984中 几乎发挥了她各种超能力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神区女侠有着和阿夫洛迪特一样的颜值 雅底娜的智慧 有着赫尔莫斯的敏捷 同时还具备赫拉克斯的强壮力量 所以影片为了体现神区女侠的这些超能力 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去展现 决战部分神区女侠用的就是智慧和爱拯救了世界 我知道我知道 视觉上看的不过瘾 包括我也这么认为 但还是解释下派姐这么做的意图 接下来是彩蛋 估计很多人都说过了 出场的阿姨的形象的角色 自我介绍叫阿斯特瑞亚 一开始我没认出来 后来才想起来这是初代神区女侠的饰演者 琳达卡特 这彩蛋首先是迈个情怀梗 让大家更为惊喜 在影片中阿斯特瑞亚就是精英战甲的主人 也是戴安娜一直寻找的同族人 这也牵引到了派姐的神区女侠的三部曲 没错派姐一开始策划 神区女侠就是要拍三部的 如果系列成功还会加一部 天堂岛亚马逊族人的外传 所以这一彩蛋的信息量也是蛮重大的 阿斯特瑞亚作为亚马逊族的先人 曾经和人类对抗留下来殿后 结果也没牺牲 并长期隐藏在人类世界中 这背后的故事要是展开 直接就是前面说的那部歪传了 而且如果琳达卡特愿意 神区女侠第三部估计就会有她的戏份 此外派姐采访时有提到 第三部的神区女侠会把时间线放在现代 所以不负责的脑洞烧起来的话 说不定第三部神区女侠会联动到 DC扩展以后其他的超级英雄 正义联盟成员出出镜 阿斯特瑞亚也在第三部里 还是很有看头的 当然彩蛋更多的可能是烟雾蛋 大家现在也就看看就好了 很多事情巴则都还没一撇呢 包括神区女侠第三部这个项目 也只是口头说会有第三部而已 并没有真正立项 最后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要聊的 哦还有汉斯基默的音乐 或许主创也感受到了情节上 更需要刺激吧 汉斯基默的配乐贯穿全篇 几乎就没有停过 汉斯基默这次神区女侠的主题 提取变奏用了好几个版本 当神区女侠神力削弱时 BGM的节拍也跟着下调 音调也做了降调 很好营造了神区女侠神力 再逐渐消失 还有一个音乐彩蛋 是关于梦之时的 当梦之时的主配乐想起来时 我就在想 哎这旋律好熟悉哦 于是回家一听好家伙 梦之时的BGM 用的就是BVS中开头Beautiful light美丽的谎言 在BVS中世界也是被包裹在谎言和恐惧下需要拯救 和1984梦之时造成混乱的世界 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得不说汉斯基默真的太懂超音片了 这样都能梦幻联动一下 对汉斯基默的好感又持续上升 好的 神奇理下1984深度解析 今天就先聊到这 接下来将会是一年一度的年度盘点 我知道很多人还会问 什么时候安排巨人 黑客帝国 EVA等等 都会有的 我挖了坑 我一定会填上 但因为都是大系列 需要时间和精力 还请大家继续催更 还请大家耐心等待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原创最大的动力 我是达聪 那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